《欣语移动》 一个传达祝福的流动平台 一点鼓励 一点关怀 一点安慰 随传随到 快点来数一数这个QR Code 下载最新推出的《欣语移动》Apps 免费取迎新礼品吧 南非 一个男尊女卑的国家 男人仍然可以娶三妻四妾 女人被丈夫虎待的情况 在当地就非常普遍 很多妇女仍然过着艰苦贫困的生活 认识到当地的需要之后 一群多伦多的年轻人 决定暂时离开舒适的环境 踏上南非之旅 希望将神的爱和祝福 带给当地人 你看到他们 没有那么多自信心 特别在女人方面 可能有些男人在同一个场合 他们不会这么说话 我们也不会说 不会的 我们会帮你 而你是会赚到钱的 这是我们可以保证的 我认为希望 是我们可以保证的 因为我们去的 我认为 有些人 有些人想要和你 而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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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要感到 那些人 自己的义 前面 他们要求自己 一班加拿大青年来到南非 已经差不多两个星期 回顾第一站 他们去了Swaimani小镇 经历了很多的第一次 得到很多新的体验 而第二站 他们就去了Hila Hila营地 为当地的年轻人 举办了一个三日两夜的领袖训练营 大家除了对自己有更深刻的认识之外 还得到珍贵的友谊 今天来到最后一站Winterton小镇 这班年轻人又会有什么经历呢? 就让我们继续出发前往南非之旅的最后一站 Winterton位于偏远的山区 离开德班市大概两个半钟头的车程 跟Swaimani小镇一样 妇女们都很热情地接待从加拿大来的年轻人 在小镇里面一般的家庭 只剩下妇女和小孩子 而Rosetta和Tanda作为南非的当地人 就最能够明白个中的原因 有没有很多男人 有很多老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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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毒败 有很多不希望 有很多不希望 家庭们很崩敏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家庭 所以在小镇里面有很多年轻人 也有很多年轻人很严重的年轻人 最多的男人工作 工作在遠处的地方 在城市 他們回家可能每月一天 但他們不相信女人 在年代的年代 男人移民到的民間 然後他們會再次女婦 還有另一家人 然後女兒 她在家裡的小孩 母親,她是負責責任的 那是為了患者的患者的患者 他會留在牆壁 接種助監獄 然後回到農地區 接種了他的妻子 然後父母會死亡 然後兒子會死亡 他無法看見 那會有一個結束 他會覺得 我一輩子都會這樣 而我的小朋友 當他們出生 他們都會遇到這個禮物 人生有時候就好像 走在一條彎曲的路上 地上充滿沙石 但這些障礙 可能有一天 會成為別人的祝福 而Mamazooma的經歷 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Mamazooma是一位充滿親和力 和喜樂的人 在這個小小的社區裡 得到大家的尊敬 但原來她曾經有過一段 很不開心的往事 由於家境貧窮和南非人的傳統 認為女性不適宜讀太多書 Mamazooma在很小的時候 就要順從家人的安排 停學和結婚 我沒有完成學業 曾經嘗試在樹林裡做兼職 負責佛木的工作 又曾經在借園做事 負責收割金借 當時我已經結婚 有丈夫 她有工作 而我就失業 留在家裡 丈夫在家裡的時候 就會出去外面喝啤酒 當我們回家的時候 就發出那些喝醉酒 有喧嘩古古的聲音 成功吃到鞋 Mamazooma的丈夫 在喝醉酒之後 不僅大發脾氣 很多時候還會動手打她 這些經歷 令她感到很痛苦 亦因為這樣 她發現社區裡 其實有很多婦女 跟她一樣 失去自我價值 妇女只能坐在家 不知道可以做些什么 只能够整天坐在家 Mamazuma并没有因为自己的遭遇 而一缺不振 反而决心帮助那些 和她有一样遭遇的妇女和小孩 这是一位女士 她在学校升至四年 她在学校中 她是不详细 她是不正式教育 但她知道如何成为母 如何成为妻 如何看待妻子 如何支持五个孩子 让她们有机会去学校 学习 做什么可以做 让她们有机会 而不让她们脱落 我发觉教育非常重要 我的梦想是让我的孩子 接受教育 不用像我这样 要在树林里工作 我希望孩子 可以受到良好的教育 过理想的生活 我希望他们有一个人 都能继续 我最终活 甚至后 她们的男人 也随着 妈妈Zuma 从那里 到这儿 妈妈Zuma 是温暖的家 是家庭 你其实不是 只是女人 和没有男人 除了自己的经历 推动Mamazuma向前行之外 更重要的就是他认识到生命的主宰 有些人说从我身上见到神 见到我的改变 他们说从我身上看到 怎样跟神共度一生 他们也因为这样而改变 有个女人她的丈夫病重 丈夫就留言给她太太说 希望她去世之后 太太能够好像我这样生活下去 对那位丈夫来说 我是一个模范 那位妇女后来就跟我说 我丈夫告诉我 如果她去世之后 我能够好像你这样生活下去 她就会很安慰 从什么她分享 从什么她说 她觉得她的目标是 她的目标是 她的目标是很能够的目标 加油 孙娜很开心 我觉得她很开心 而且她真的不会去不同的社会 我们都会见有成见到她 她都会真的下手下脚去做 就算是帮她自己的其他女生 在做她现在的事 又或者如果她有孩子 她又会跟孩子玩 去到一个吃饭的地方 她又帮忙煮食 她一直在帮助 她好像是一部分的家庭 每个人都一部分的家庭 真的很伟大 因为我觉得她真的 给了女生的影响 是一个很单纯的信心 从神而来 她的经历是很多的 不是一些容易的经历 不是一个用人的意思 是克服 那也是一个很感动的故事 但能够感染人 就是因为她内心里面 跟神的关系 每一个她人生里面的经历 无论对家庭 对她周围 对她要帮助的人都好 若不是她将那个 我们叫Anchor Anchor 好像一个船的一个鸟 是很认真地 去摆在神里面 其实所做的事 可能都是很感动的 唯有这个鸟 令到她感染到周围 所以我有几次 特别是今次 我有很多机会 跟她很迷身地 无论坐车 走路 或者我跟她一起去看她 做探访等等 其实我都很留意去观察她 她不是当那些事 是一些工作去做 她真是很有一份 从内心里面 她觉得 神是这样爱我 我就是这样爱她的人 所以有时我都 看着她 我觉得 为何一个女士 是可以这么全程地 去关心孤儿 是贫穷的妇女 患病的人 你每一个 你都看到她 是全程投入的关心 我想她那个 是很实在的 就是她对神的信念 信心 是很实实在在的 正因为对神的信心 她能够用感恩 来面对每一天 我家记不好 没有受过教育 但是我看见神的作为 因为神将我 摆在那些 受过教育的人当中 虽然我没有受过什么教育 我面对的挑战 就是跟年轻人一起的时候 他们当中有些教育程度 比我好 他们会看不起我 因为我没有读过书 而他们就受过教育 但是我懂的东西比他们多 有些年轻人懂英文 而我就不懂 但是我懂的东西比他们多 另外我都面对着 一些年长的 他们又认为年纪比我大 不过我都需要去 体谅这些人的 我解决问题的方法 是向神倾诉 把我的问题告诉神 神能够解决我的问题 每当问题出现的时候 我就藉着祷告 向神倾诉 透过Mamazuma的努力 和当地机构的帮助 这个偏远的小镇 慢慢被建立起来 很多妇女 重新找到自我的价值 亦都希望靠自己的双手 脱离贫困的生活 这个叫做Winterton community 但在一个地区 它的地是干很多 而且是做不到东西 所以他们这个地区最擅长 就是做一些艺术工具 做一些首饰 去买去赚钱 现在我们就和一些Mamas 在这里 他们就教我们 如何做他们的首饰 希望我们也帮他们做些 做些买 来到Winterton小镇 家国青年 除了要帮助当地妇女 也就是Mama 做首饰之外 他们都会跟着Mama 做一些日常探访的工作 现在去训练另一个 Orphan的家 其实这帮Mamas 她是Volunteer 她就会找 在她的community 哪里有Orphan 还有哪里有Orphan 是需要帮忙的 他们就会去训练他们 和帮他们 帮他们uniforms so they can go to school and also bring them food packages 通常个program 就是6个月的 6个月之后 所以 they reassess whether that child needs continual care and if they don't then the program stops and then they go on to find another family that they can help but if they do then they continue helping that orphan out do you walk across the mountain to school he yes hopefully when you finish school in how many years time 6 6 more years we really hope that you can we can bless this home especially the mother who is taking off her own cree children and also her nephew who's parents has passed away please bless them help them to find a way 除了探訪孤兒之外 他们亦都要一早起床 陪小朋友上学 他们每一天都要去看 他们每一天都要去看 他们都要去看狗 i'm Jennifer i'm very happy i'm very happy to be here in South Africa and with you guys today thank you so much for having us together you have to say that word the kids really behave they really have that culture of respect how is used to the life in the city and tired to come and also norma standard and dramatize the university so I believe that God sent us the same reason 这位老师 因为神的带领 愿意放弃她 在城市舒适的生活 来到山区教书 而这班原本自卑的妇女 亦都因为神的恩典 重拾自信 而且充满喜乐感 去服侍社区里面的人 we feel strong we feel like we have power also we feel like nothing the woman can do because we see the change we see that we can do things we see that we can do things 她们很positive the attitude 就算是一个很 harsh 的environment 都很积极去面对 他们自己的人生 and very focus on support大家 within自己的 community The woman that I meet before they're very confident in what they do now I see the women as an unpraised heroes heroes that don't get the praise with the heroes that don't get attention heroes that also just do what they do and they they just serve they don't get anything and yet they live life they create an amazing life they support the life of many people they just do this work that is not paying materially but that spiritually ful feelings and then I realised watching the women's faces watching the mothers having not had a mother I felt like I have a thousand mothers and then I thought God is really great God knows what's his plan here I am these women embraced me like I'm their child I felt like I have an abundance of women I have an abundance of mothers something I never had before and that brought tears to my eyes 两个几星期的南非之旅 圆满结束 回顾这次旅程 加拿大的年轻人 有很深刻的体会 每一次去到community 和接触每一群人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一个大祈祷 还有妈妈他们每一次都会 去赞颂神 唱诗歌去赞颂的时候 我感觉到圣灵 和神在我们当中 还有最重要的 有一次我记得妈妈Suma 她说过 当神开的那栋门 是没有人可以关闭的时候 我才发觉是神一直带着我 我觉得应该要 给多些信心 还有给多些时间 有时是神的时间 不是我的时间 可以感受他们的文化 和community 住在他们那些窟 没有热水 没有电 没有经历 吃的东西 八点钟就消失了 什么都做不到 那就要睡觉了 如果有两个价值 最重要的是什么 他们要保持 我看到的就是他们的信心 和community 我想我看这方面 真的要有些进步 还有其中的 其实我们就算 可能不同的面孔 不同的颜色 但是其实我们回来的东西 都是同样的 去了这个旅程 就会令我觉得 自己的世界真的好小 我们懂的 真的有很少 从什么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看回 我们在这里 我们真的好 我们应该很高兴 我们应该很高兴 感觉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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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孩子 到女生 人们 工作很高兴 而且他们 在我们的家庭 和我们的家庭 和我们的家庭 像我们的家庭 像我们的家庭 感觉很高兴 所以我认为 那是最有意义的 感觉 好良好 天真是 看到天真是 天真是 天真是 很幸福的 我会说 回到 Toronto 它是很难 我认为是很难看到神活在一样的方法 因为技术和工作的技术 我们的领域都很混乱 它变得更加困难 对于这里我感觉神活在一种真正的方法 它是想要是为了关系的 社会和社会 你看到这种美丽在所有的关系 人们的方法和其他人 他们在一起的时间 我认为是更加自然的方法 我认为他们学习更多 他们从他们的方式学习 我认为他们学习更多 我认为神活在身体的方法 我认为神活在他身体里 他们可能会帮助他们的社会 他们都能帮助他们的社会 为他们要支援 你必须要是一部分的社会 每一个社会都能够回肩 然后我会继续地区 我的社会是一部分的社会 我认为我的社会 我可以做什麼 去到一個地方 很用心地去聆聽 觀察其他人的生活 他們和神的關係 他們怎樣演繹生命和神之間的信仰 那個實質 我想這是非常非常好的經驗 也是一個好的開始 我期盼這個真的只是一個開始 而且是令到我們每個人 都最重要的就是 看回我們自己在這裡的經歷 那個經驗和和神的關係 人生難免有困難和迷失的時候 但是如果願意讓神成為生命的中心 就會有新的意義和方向 多謝大家收看《恩雨之聲》 如果想更多了解這個節目 歡迎打來我們的熱線電話 3106-4444 或者瀏覽我們的節目網頁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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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